我是Ali, This is Ali 我是Ana, This is Anna 跟我們一起去旅行囉 跟我們一起去旅行 日內瓦湖是歐洲中部最大的內陸湖泊 霞長廣闊的湖面 接壤瑞士和法國的城市及小鎮 湖邊有許多碼頭工遊客搭乘郵輪 前往其他城市還可以欣賞湖畔美景 日內瓦湖畔步道長三公里 沿途綠樹成蔭,路旁種植了各色花朵 湖邊有天鵝與遊客互動 Lake Geneva is the largest inland lake in Central Europe The long and narrow lake borders cities and towns in Switzerland and France tourists to take cruise ships go to other cities and enjoy the beauty of the lake the three kilometer long walk along lake geneva is lined with trees and flowers of various colors are planted along the road there are swans by the lake interacting with tourists st Trickcle suit obvious Paka 湖畔步道的中段,有一条深入湖中的人造湖堤,上面有餐饮商店,两侧有人造沙滩,吸引大批民众在沙滩细水。 在最中的沙滩的沙滩,有一个人造的沙滩里面,有空间的地方,专门和商店,专门的沙滩,专门的沙滩,专门的沙滩,参加大量的人造沙滩。 日内瓦胡有固定班次的观光游船 古式轮奖蒸汽船和小渡轮 在582平方公里的湖面纵横交错 湖中大喷泉 水柱高达140米 是世界上最大的喷泉 我们选择搭船游湖 欣赏湖景 Lake Geneva has a fixed schedule of sightseeing cruises 老船上高达高达高达升速军 沿楼下高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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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买 我们挑选了一个湖畔小镇老区码头走走 老区里全是中古时期建筑,别墅,花园,绿地都是古老建筑美景 我们选择一个河畔小镇老区选择途小镇 老区选择途小镇老区选择途小镇 老区选择途小镇老区选择途小镇 不得用 legal的老区选择途小镇老区选择弑 老区选择途小镇老区待一顶 Versa新区里,社区住宅,商店街,大型酒店,地下大超市,地下停车场,现代化设备一应俱全 新区里有火车站,距离日内瓦火车站,仅有一站,十分钟就到了 在新区里有火车站,公职链客,大型酒店,大型酒店,地下室,地下室,大型工具, 全新区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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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近期一步 十分钟,10分钟